走兄弟们,我们去驯服大象去 不对,是猛马象啊 我们这次带了很多不同的食物还有水果 试着看能不能驯服一些史前生物啊 我记得这个游戏里边好像是可以骑大象的啊 我们来试一下 吃小麦吗,给你 他好像不吃小麦啊 甜菜根呢,吃不吃 甜菜根也不吃啊,那西瓜呢 不是吧,他怎么什么都不吃啊 甜菜种子 这边还有土豆啊,试一下马铃薯 吃不吃 哎呦,说的吧,这个大象好像没有办法驯服啊 应该是可以驯服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驯服他的食物 那我们现在可以养什么动物 这个鹿,鹿能不能养 哦,说的吧,我们的小麦可以吸引鹿啊 那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养殖时代 咱们可以养殖些动物啊 就算是暴风雪来临,咱们也不愁吃的了 对不对,可以说的吧 我觉得,那咱们就在这边建造一个牧场吧 养些动物啊,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些这个血块 这个箱子里边还有很多积雪啊 我们建造一个简易的牧场 这个牧场的话,我们就随便给它围下来就好了 也不用风挺啊 因为就算是暴风雪来了 这些动物也是弄不死的 好的,兄弟们,简简单单的围了一个牧场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鹿吸引过来了 我们现在只要吸引两条鹿就可以实现持续发展啊 来来来,小鹿,给你吃小麦 和我走,和我走 太爽了啊,兄弟们,我们现在可以种植一些蔬菜 而且还可以养殖动物 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吃喝问题 OK,好的,进来了啊 我们用这个积雪把门口给它挡一下 哎,完了 兄弟们,这个鹿是害怕人类的啊 所以我们,来来来,和我走 我们现在不能给它吃啊 小麦一共有12个 只要把它引进来就好了 不给它吃 哎,引进来之后我们这一次小心点 走走走走,和我走 进来之后我们悄悄的把这个门给它挡一下 手速一定要快 来,挡下 好的好的,一条已经够了啊 我们现在,哎,有一个小黑啊 不要看它 我们现在从这边挖一个洞啊 可以回家 然后家呢,可以直接连接我们的牧场 还是很不错的 哎,这边不行啊 这边有一些装置 我们可以从这边进去啊 之后我们去村庄 敲一个铁码 把铁码给它安在这边 咱们就有了一个牧场了 好的,我们再去吸引一条小路 把它引在我们家里边 哎,这边还有个猛马像 它困在了水坑里边 哎,兄弟们 能不能载掉它 试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象牙 哎,打不到为什么 哦,OK,哇,它的伤害太高了 哎,哇,不行不行 兄弟们,打不过啊 八滴血了 这个猛马像 我觉得只能用弓箭来远处把它解决啊 现在我们先不管它了 我们再去找一条路 哦,这边还有北极熊啊 这个北极熊应该是什么都不吃吧 而且这个东西好像是没有肉的 倦养它也没有什么用啊 应该是不吃 那就算了吧 哎,这边有路啊 可以,这边还有鸡 这个鸡 哎,干什么 为什么要打我 我都没有打它兄弟们 不行不行 我们现在的血量只有7滴 而且缺水了 哎,这个鸟是真的有点烦啊 它会主动攻击我 来 就这啊 简简单单啊 天要黑了 兄弟们 我们在天黑之前把这个鹿引回去 好,我走,我走 小鹿 走快点,行不行 快快快快快 哎呦,这个鸡 这个鸡又来了 烦死了 不行不行 兄弟们,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现在已经严重缺水了 兄弟们 我们家里边的水都已经喝完了 还要再来烧一些水啊 放些燃料 哎呦,我们家里边的燃料好像也不多了 放些钢草吧 这钢草应该也是可以烧的啊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汤锅并不是很好啊 因为每一次需要燃料 而且烧水也需要等待 特别的麻烦 我们之后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个饮水器吧 更加便捷一点 好的兄弟们 我们出去再找一条小路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家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旁边虽然说有动物 但都是一些某马象 这个某马象虽然说也有肉啊 但是它攻击性很强 其他普通的生物并不多啊 我记得我们之前那个家附近有很多路 但是这个附近没有多少路啊 哎呦,找一条路这么费劲吗 这怎么办 哎,有一条狗 狗狗 哎,刚好我们刚才捡了一些骨头啊 来来来,我的伙伴把它驯服啊 哎,好的兄弟们 我们终于有伙伴了啊 这个世界里边的第一个宠物 达成进度永恒的伙伴 我们把它放在家里边 在这个冰天选地里边有一个宠物狗 还是很不错的 好的小狗 你就在家里边别动啊 我出去勾引一条路回来 好的,齐活了兄弟们 两条路 之后我们只要给它喂食这个小麦 它们就会繁殖 我们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肉可以吃 哎,很不错啊 把这边挡一下 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个铁门 把我们家还有这个牧场连接起来 走走走 去村庄里边敲一个铁门回来 我们在这边挖一个空间 然后把门安在这个地方就好了 从今往后 我们家不仅有农场还有牧场 生活乐无边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种植小麦了啊 让这个路来繁殖一下 我们家里边在农场里边 不对,在村庄里边收获了很多的小麦种子啊 这边有35个小麦种子啊 可以把这个小麦种子种一下 来来来,开始刚种 哎,这里的温度太低了哦 它需要15度以上的温度才可以生长 那,完了兄弟们 我们家里边好像没有煤炭了 我们家里边真的是一个煤炭都没有了 想要种植农作物的话 还需要挖一些煤啊 我们再来试一下 其他农作物的生长温度需要多少 土豆还有甜菜根 土豆也需要15度,甜菜根也需要15度 那除了黑麦之外 其他农作物的生长都需要15度啊 我们还需要挖煤 挖煤的话就需要下矿 下矿的话需要火把 我们还要烧些火把啊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饮食已经完全不均衡啊 这个蛋白质摄入太多了 很可能产生这个维生素中毒 所以肉的话我们需要少吃一点 我们需要多吃些蔬菜啊 我们把这个蔬菜包放进去 给它做一下 做成蔬菜汤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萤火啊 来烧一些木棍 不对 烧一些火把啊 明天一早我们就下矿 一共搞了34个火把啊 应该差不多了 我想了一下啊 兄弟们 我们这个牧场也需要插些火把 万一晚上刷一个苦力怕 给我的牧场炸煤了 那真的是哭都没有地方哭 好兄弟们 我们下矿去挖煤炭去 这边就有一个矿洞 这边还有一个苔藓砖啊 这边 哎有亮光 这边不是村庄吧 哎这边很可能是一个村庄啊 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村庄 但又好像不是 因为村庄 这边和小白 那这边应该不是村庄 那是一个地牢吗 哎地牢也不像呀 这边是什么地方 等会我们看一下 下面还有一个通道 下面是一个死胡同 哎 这边就是一个村庄呀 兄弟们 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村庄啊 那我们就走了 不在这个矿洞里边了 哦 这边又发现了一个矿洞啊 拿出来火把 哇 这个矿洞有点黑啊 哎呦 这个矿洞 我舍不得插火把 我又忘记加这个移动光源了 兄弟们 其实我们应该加一个移动光源 再来挖矿 现在只有27个火把 我舍不得插呀 这边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矿洞啊 有僵尸 把这僵尸解决一下 哇兄弟们 我真的是27个火把 26个火把 舍不得插 哇 这边的怪有好多 难道说这边有一个烧怪龙吗 先把这个僵尸解决一下 哇 这边的怪是真的多呀 兄弟们 绝对有一个烧怪龙啊 不是小白就是 嗯 算了算了兄弟们 我想了一下啊 我们还是加一个移动光源 再去下矿吧 要不然这个火把 真的是顶不住呀 我们的火把太少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鱼网放下 我们家门前就有一个小湖啊 我们把这个鱼网放在这边 应该就可以补鱼了 之前我们放下鱼网 一直没有用啊 这次我们再来试一下 可能是风水的问题 咱们把这个鱼网放下来